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请君官方追剧日历 9月15日首更六集 10月6日会员大结局 现在是9月下旬左右 最近各大平台的带播剧分分提上日程 期待已久的民国奇幻剧请君 还没定档就直接开播 给了广大观众一个大大的惊喜 这部剧游刃加伦和李沁主演 一共36集题材新颖 来看看请君的官方追剧日历吧 官方追剧日历 正式的追剧日历还没出来 不过官博发了简略版本的 9月15日20点在爱奇艺更新 首播日会员更新6集 连续更新7天 第二周集 每周日到每周三20点更新2集 10月6日加更大结局 更新频率为更4天停3天 一个月都不到就可以看完 节奏还是挺友好的 最后几集还是是在国庆假期了 让粉丝们看完了大结局 安心上班上学 这下不用疯狂催更 官方特别贴心 请君这部剧突然播出 也算是正常的事情 因为官方预热了一个多月 发了很多的花絮海报 前几天粉丝还在催着 没想到订档没有 直接给大家一个惊喜开播 题材的设定是民国清喜剧 今晚就能看到男女主成亲 李庆饰演的于登登是清权债的大债主 为了给债子赚钱娶男妾 我们的鹿言貌似还是二房 不过当于登登看到自己要娶的人后 恨不得把全部家底都给他 鹿言负责貌美如花 于登登负责赚钱养家 这啼笑皆非的欢喜冤家日常 属实是很好玩治愈了 请君是原创题材的作品 官方发过一些剧情介绍 现在原创的作品可不多了 应该会很有新鲜感 主要分为人族和灵族 女主的前世就是灵族的圣女 男主的前世则为人族的皇子 灵族横征暴脸 圣女不愿意再助纣为虐 有意让人领两足修好 却被朱荣视为背叛 朱荣对两人赶尽杀绝 芸汐和鹿言一起联手 最后为了打败朱荣 芸汐抛出体内圆丹 助鹿言打败朱荣 两位主演的半相人设都不错 虽然是第一次合作 但看着挺登队 傲娇强大的鹿言 可爱有趣的于登登 还是女追男的设定 前世的古装精彩虐心 今生的重逢啼笑皆非 喜欢虐心和喜剧的都能满足 一边增进感情一边对付反派 现在36集的电视剧可不多了 题材新颖 极数友好 任嘉伦和李沁的颜值演技也在线 9月份必须的来看请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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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